很久很久以前,人们都以为水是一种元素,今天我们用这套装置来研究水的组成,首先打开两个活塞,从这里加氢氧化钠的锡溶液,这是为了增强水的导电性。 水面上升到这里后,关闭活塞,接通电源两边都产生气泡,过了一段时间,关闭电源,把带火星的木条放到正极,发现木条复燃,说明正极产生的是氧气,正极有时候也叫阳极,阳极出氧气,很好记吧。 负极产生的气体可以燃烧,发出淡蓝色的火焰,说明负极产生的是氢气,观察一下,负极产生的气体大约是正极的两倍,第一级比是2比1,这就是水,H2O,氢是氧的两倍,可能你会觉得,氢气看上去比氧气的两倍要多一点,这是因为氧气在水中的溶解比氢气多,电解水实验生成了氢气和氧气,其中负极产生氢气,正极产生氧气, 这个实验说明水并不是由一种元素,而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,总结一下,水在通电的时候会发生分解,产生氢气和氧气,说明水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,你学会了吗,你咯咯当。 你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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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